我們再繼續往下 你把你的這個照片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之後你就只要下一步 這個要幹嘛? 選檔本 選檔本 我這是跟波音沙比較相關 就挑一 好,做好了 太快嗎? 不然怎麼叫快點金銘? 偷看一下 有沒有,照片進來了 還有片尾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裡有標示不同顏色的 這個就是片頭 這個就是片尾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是有一個字 對不對 這個字你可以改 那我們先不管它 我先多一段一次給你看看 好,我把它看一下 是不是 我剛剛裡面的照片 對不對 照片好像會放對不對 而且它會幫你配上這個音樂 然後幫你配上音樂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音樂 還有它那個標題你就不適合 都可以修改 所以你不覺得我們上個禮拜用的雲章 跟現在用的有點得以來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它都是給你一些版本 那你要負責把照片影片準備好 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看一下標題怎麼改 標題只要改時間軸 這就是時間軸 這你可以看一下整個影片長度 我們剛剛那照片 大家讓它給我們 這個是多少 53秒 29核 那就是等於54秒 這樣了解 我們剛剛知道後面是29 點多 30近位的 那你如果 萬一你覺得標題不適合 你就拉到 這個藍藍的地方 好 這個 故事管 有沒有 我們把它改變一下 你有點到嗎? 先點到它 點一下 然後再等一下 有沒有進去的 有沒有進去的 有可能 你可以從這裡講 沒有它 只要你選 你要倒要從下面來 有沒有 你要選的是第二個 離任的 它就直接跳到後面去了 這樣了解嗎? 我大根本是用時間軸 這樣嗎? 因為意思一樣 先點一下 選到它 就可以進來 那巨型的部分呢 巨型部分當然也都一樣 點到它 這個大家應該都會了吧 你們 檢定都跑過了這個 南部島民 瘦晶體 好 如果你想要它有點 事實上這個有點英明 你如果要變垂直的 你就要變這樣 有沒有 這個可以改 那這個是選掌的角度 這裡還有 你可以這樣選掌 這裡 是移動 有沒有 就是移動那個 底下那個英明 那這個的話呢 是選掌 這樣了解 這個單純拿到裡面就是 我們 擺好 所以 後面這個應該就會擺了吧 對不對 好 那讓音樂你不喜歡怎麼辦 音樂的話就要找這裡 找中間這裡 這裡你可以來改 因為我們現在本身都是大片 所以沒有本 沒有什麼 影片本身的聲音 如果你有上影片這裡 會有影片的聲音 我們從右手邊這裡 好 你就來挑一個 假如你不喜歡這一點 你就把它擦擦 找一個自己喜歡的 找一個自己喜歡的 那 這個 因為你們都比我會找嗎 我只會找我裡面的而已 好 昨天有一個感人的故事啊 電視上有報啊 新聞啊 80歲的阿甘 每天 每天 騎腳踏車 三輪腳踏車 再給那個阿嬤 每天都 16公里 然後回到那去醫院 那一十歲了 騎機位 三輪車 很感人 好 好 那如果你只有一手不夠 你可以再加 好 我確定 好 去哪了 我們就拍對上看 是嗎 這阿明是 有啊 有啊 有 那是因為你們的影片是不是有不到一分鐘 有 54秒而已嘛 所以可能還沒有 主題曲還沒出來 就結束了 那怎麼辦 所以這裡就會有問題啊 我有辦法 剛剛好 這是代打54秒 這是我要的 你這裡有一個 快點去裡面 比較沒有辦法做調整 但是 可以做簡單一點的 你這個床就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 可以看得到 你把它按一下 你看呢 它預測的話是以影片為主 也就是說你的影片多長 你的音樂 你的聲音就是跟它一樣長就好了 但是呢 它下面還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什麼 符合背景音樂的節拍還有期間長度 也就是說各位都知道我們的音樂 是不是叫一小節一小節一小節 那它會幫你自動判斷 欸 比如說沒有54分 剛好不是那個小節完成 它就幫你自動達到一個小節完 我們再切掉這樣 這樣 這樣子 但是這樣也不是很準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什麼 符合背景音樂的節拍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剛剛講不來 因為這個還有一個時間長度 如果你選第三個的話 是符合背景音樂節拍 它就是盡量打比較接近的 就是完整有切掉的那個小節 幫你自動斷掉 那如果你認的是第二個 就是說 我認為背景音樂 你的時間長度 我認為我幫你自動人生 也就是 當你的音樂是三分鐘 可是我的影片算是有54秒 那如果我選擇是第二個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影片會變三分鐘 這樣有了解了嗎 我們試看看 來幫他變第二個 確定 他會讓你重新 下面一下 你注意一下這個時間長度 好 要出來了 有沒有變了 這樣是多長 有沒有變 5分42秒 10分 這樣你來看 那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奇怪 那我等 你們影片都等 要等 要等他等 他就重複出現 就是你剛剛原本那些照片 他就在裡面重複出現 這樣聽出了嗎 從這邊 這裡 設定影片長度 你當你的音樂選擇 預設是在這裡 所以你就是以影片為主的 你沒有多長 我的時間就是多長而已 那如果你選擇了第二個 他就會當你的聲音 以聲音的長度為主 影片看起來更長還是變短 這樣有清楚了 那我還是先恢復成原來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弄 那這個 如果你都OK了 就可以直接下一步了 那這部分呢 快點進來還有一個 我們要給各位介紹 就是上面的這個版本 我們剛剛呢 因為我全部都是照片 所以它預設的話 能聽到哪裡 會聽到我們相頓主題 可是如果你的素材裡面 會聽到我們相頓主題 有用到一個以上的影片 它就會變成 必須要以影片為主 好 就這樣跳到這邊 好 那當然如果你要做 該畫質的 它還有該畫質的 HD的這個 相片的 或者影片的相簿 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 所謂的蛋本 你可以自己挑 那 它每次改一檔 這個都會有新的 都會有新的 好 那麼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喜歡的 假設你都已經選好 你就下一步 快點精靈只有三個步驟而已 第一個 把照片交進來 第二個 選蛋本 第三個 輸出 有沒有 就這麼簡單 當然呢 上一個禮拜看到那個雲端 是一模一樣 就三個步驟就好了 那 你看這裡 以對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直接建立資訊就好 那如果我希望能夠放在家墊裡面 能夠多的 那麼你就不要變成什麼 光碟 所以變成光碟的格式 我們上個禮拜 跟各位提過 就是光碟標準的家墊格式 它可能有某些資料夾 是一定要存在的 你就是要加那個規則 不是這個規則 很大聲就不能播 另外一種是 如果你覺得在這邊還不進完 你可以把它拿到最重要的標準程式裡面來做編輯 這樣清楚了嗎 那假設你用第一個 好 那它就跟你選 你要用哪一種格式出去 那麼最後你可以選擇你用WMV WMV WMV的話就是這個 或者是你用MP2 或者是這裡有沒有 DVD的 這樣子也可以 或MP2都可以 反正你就選擇720480的這一種 你用這種的 你用這種的 用這種的 其實都可以 好不好 好 好 那它輸出了之後 就是電腦當一個檔案 就像這樣 你就會把它存出來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